中途鳳胎肖堅等的接近 這個氣象鼠標是說 這個鳳胎的保護官已經挖到落地了 氣象鼠也說會繼續來 發佈這個六項的強烘地步 它不開始呢 這個花蓮台東 青春半島 還有冰冬的山區會落大火 以臭比來的鳳胎的方向 會驚向更多歳兵的方向 如果明天在呢 這個保護中心 才有可能會通過 到台東南邊去到百屬海峽 路邊的企劃 找到東東西外公園遊樂區的菜大 也贏一贏 肖堅鳳胎未來 多幾款流已經讓台南靠大風 因為中途出現不少的方式 早上在台中市北區 臺灣路有路手 讓大風吹到到處 說到一台車也影響 就好面對 不知道沒人受傷 就是心裡就是正一下 心疼 當然會啦 不管是老車舊車都會啦 總是自己的東西 鳳胎繼續向臺灣接近 也不方便已經 及到臺灣東北部的落地 目前高雄 臺東東北南島 加基建範市已經進一步方便 範圍內地 氣象宿有過 齊過鳳胎中心會 穿過臺灣南邊落地 到百屬海峽機會相關 颱風中心的位置呢 是位在鵝蘭比的東方大約一百六十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呢 將以比較穩定的速度朝西移動 接近到臺灣的南段陸地這一帶 而目前的海面的風浪上面其實都相當的偏大 氣象宿標誌 現在台東行春販毒相大準風已經十四到十三 劑南蘇力度風力又較強相大準風 接近十六十四劑 過去鳳胎共度少許正強 暗國無方款並沒有擴大 因為鳳胎接近過程當中受到形應用 五百度路線可能有機會向南修正 其中段是說 小客的風景這麼大 國地風水已經起來 晚上好 讓我們鳳胎小心複製 今年特地才會正經認識 加強的這個情況 郭政府表示 為此是開示人所查 剛是鳳胎英雄小民 那時 免禁市黨部 這人無三塊的貨幣 相信拜國 早前保護官員才會 在臺灣本土落地 記者綜合部的